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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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馬來西亞的觀眾你們好 我是騰麗明的 有沒有看一屋兩有記嗎? 我是義寶的 義寶 那你是不是回到這裡拍姊妹圖的感受? 其實每一次來這裡拍姊妹圖都很開心 因為首先三個女人是一個去 四個女人就更加不得之了 大家又可以分享很多美容的知識 又可以講一下八婆東西 又講很多現在最新的科技 有些什麼中醫 食療 其實講不完的話題是一個很開心的Gathering 那拍完這個節目之後 你會看什麼? 拍完這個節目之後 劇我手頭就是還沒有的 我會去上海做一個潛水大使 那我就會宣揚環保和潛水知識 或者是share大家潛水上面的經歷 那這次你和Movie一起拍姊妹圖 有沒有什麼新的突破? 新的突破? 突破就沒有 默契和大家的方向都仍然一致 很難得其實這麼多年之後沒有做Partner 就是沒有在一部劇 但是仍然都可以這麼有默契 還有那個默契更昇華 比以前更昇華 那這件事是很難得的 因為可能大家都很期待這一次的合作 所以大家都撞到一些火花都很開心 這次你對飛飛的戲都很多 你有沒有覺得和小朋友合作有什麼困難? 其實和小朋友拍戲最大主要是你要有耐性 而且某程度上我不是很贊成小朋友去拍戲 因為其實很辛苦的 很辛苦 你想想他平時要上學 學他的興趣班 然後還要來拍戲 其實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說 是真的很heavy的 真的很累很累很累 我們盡量都會配合他的 但是會肉赤 可能小朋友都很喜歡很享受 但是我們都說快點回去睡吧 他又不捨得走 他很喜歡這一行的 我覺得他自願跟我來講 他打算參加港姐 我就覺得怪怪的 如果你想參加港姐 什麼時候都可以 最重要是讀好自己的書 和增進自己所有知識